《位置窝人传》中提到一支国是现在的哪里呢? 你可知道吉利之丹大名的由来吗? 豪斯登堡你可能也去过 但为何要在日本盖一座荷兰风格的主题乐园呢? 这一集我们要一起来认识福山雅治的故乡长崎县 各位公友大家好,我是公头坚 之前有新订阅的朋友问到 日本四期系列是什么意思? 其实就是日本的行政区都道府县共有47个 而这个系列就是打算把他们陆续介绍完毕 至少各一集 当然由于我自己还没有全部走完 所以会不定期的推出慢慢的补齐 之前谈过几个道和县 大致是用旅行记录的方式 但这一集要介绍的长期县比较特别 会采用我擅长的线性历史的方式来谈 各位看完除了认识长期的旅游景点 也会对它的历史有点概念 而本集中将会讲到的景点 包括许多世界文化遗产 主题乐园还有特色景点等等 先做个剧透 免得开始谈历史觉得枯燥就没有看完 就可惜了 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 长期县的面积大约4100平方公里 大致等同台湾的南投县 总人口大约127万 则是略多于彰化县 长期县位于九州的西部 包括许多岛屿 是日本47个行政区当中 外岛数量最多 海岸线第二长 仅次于北海道 可能有人听到这里就会有疑问 难道长期县的外岛数量比冲绳县还多吗 是的 冲绳县大小岛屿加起来是160个 而长期县非常惊人的 共有971个岛屿 当然许多都是很小的无人岛礁就是了 而它位于日本本土四大岛的最西侧 与朝鲜半岛相隔很近 自古以来就是欧亚大陆的门户 也使得长期县的历史非常久远 相信大家也知道 在日本还没有文字之前 许多古代史的记载 是来自三国志的魏志窝人传 其中就有提到对马国和一支国 后者就是现在隶属长期县的一期岛 2015年我前往当地参访 便曾经参观一支国博物馆 再度令我非常赞叹 一个两万多人口的岛市 竟然有一间如此完整精致的历史博物馆 进入馆内 首先就看到地图上标示岛上各处古代的遗迹 再来会通过一条时光回廊 墙上就是魏志窝人传的原文 而投影则是细数书中提到的各国名称 再透过影片讲解地理位置 然后以精密的模型 重现古代居民的生活样貌 生老病死 非常的生动 当然在遗迹中挖出来的古物也不能少 甚至还可以看到研究员修复的过程 印象非常深刻 而除了博物馆内的展示以外 岛上还有一期风土记之秋 可以实际进入古坟以及古民家来参观 再加上也有模型展示 对于日本古代史有兴趣的人会觉得收获满满 当然岛上也不是只有这种历史宅的景点 除了曾经介绍过它是麦骚咒的发源地 拥有七家九造的日本骚咒爱雷岛 一骑牛也是知名的和牛品种之一 更不用说在相传神功皇后 曾经入狱的温泉旅馆 享用当地的海鲜料理 都是一骑岛值得造访的理由 附带一提的虽然是比较后来的历史 但我在岛上也看到文勇之意 援军上陆地 标示着当年两次蒙古袭来战役的史迹 当然相关的史迹在对马岛有更多 可惜还没有机会去 我后来才知道对马战鬼这个游戏中 都有出现对马岛跟一骑岛 那玩家更是飞去不可 最后要注意的是一骑岛虽然隶属长崎县 但是离福岡跟佐赫更近 可以从博多港或者是唐津东港搭船前往 长崎的话就只能搭小飞机过去了 刚刚讲到一支国是属于西元三世纪 弥生时代的历史 而蒙古袭来则是13世纪属于中世的历史 接着就要快转到16世纪的士丁时代 因为这时候发生的一些事 也造就了长崎的另一项重要旅游特色 那就是被列为世界文化遗产的 长崎与天草地方潜伏基督徒相关遗产群 简单的说正由于长崎的地理位置 是有利于海外交通 因此1550年 葡萄牙人首先来到贫户岛 而后来被尊为圣徒的 耶稣会创始人方济各 沙悟略也曾经来此传教 于是诞生了首位吉利之丹大名 大春春宗 这个吉利之丹或者是切之丹 日文的读音竟是Kiristan 其实就是基督宗教的意思 后来陆续还有大有中灵 有马情信 小西行长等等 原本大约有30年的期间 传教的环境相对的宽松 甚至在1582年 几位基督宗教大名 联合派出天正浅欧少年使节 从大春春宗开辟的长崎港出发 不远千里的到罗马觐见教皇 我在从大和剧看历史的影片中 曾经谈到 信藏日本之王的开头 就是这个画面 近年还专门以他们为题材 拍了十集的时代剧 这个使团让许多欧洲人 第一次确认了日本的存在 还将欧洲的古藤堡印刷机 带回日本 初次使用活字印刷术 刊行了日文书籍 OK 正因为有这段历史 使得长崎县留下许多 传教相关的史机 甚至到现在天主教 长崎总教区的信徒人口比例 仍是全日本最高 如果要举出几个景点 例如贫护圣地 杀物略教会 武岛列岛上更是密集 有旧武伦教会堂 头岛天主堂 江上天主堂 旧野守教会等 当然也包括与天草四郎 岛园之乱有关的时机 而如果不要跑那么远 位于市区的大浦天主堂 则是为了纪念 后来因为封城秀吉 颁布禁教令之后 开始驱逐传教士 并且强迫大明改宗 以及遭到迫害的 日本二十六圣人 不仅是日本现存最古老的天主堂 也是被列为国宝的首座西式建筑 更是前述世界文化遗产之一 而长崎翼附近 还有一座日本二十六圣人纪念馆 也因为禁教之后 信徒依然透过各种方式 秘密地维持信仰 例如用观音像代表圣母 所以才被称为潜伏 或者是隐匿基督徒 或许你和我一样 并非基督宗教的信徒 但从旅游的角度来看 这些史基的存在 是长崎这个县 和当时的世界史连结的证明 也为城乡的景观 带来一些西洋的风貌 可以说是富有特色的人文地景 当然更是值得拍照取景的去处 既然说到西洋风貌 接下来的这一段 就真的可以说是 令长崎县充满异国情调的 另一群景点了 原本属于大春市领地的长崎 在秀吉平定九州之后 就将他收为直辖领地 而进入到江户时代 当然就过继给德川家 也就是所谓的天领 而负责管理行政的长崎奉行 更是江户幕府 许多远国奉行的首座 而当幕府开始实施 索国政策之后 长崎就成为仅存的 四口通商其中之一 更是唯一对西洋的贸易窗口 说是西洋 但其实就只有允许荷兰人通商 最简单的原因 就是此时荷兰已经宗教改革 来日本只做生意 不传教 而对于统治者而言 就不具有潜在的威胁性 而且大家所熟悉的 荷兰东印度公司 也已经成立 最早的荷兰商馆 是在当初葡萄牙人来的贫户 后来就被幕府命令 迁移到长崎 集中到一座扇形的人工岛 出岛 出岛最初是由长崎的商人 丁仲合力出资建造 早期的葡萄牙人付租金 给丁仲 而葡萄牙人被驱逐之后 丁仲的投资就无法回收 所以干脆把荷兰东印度公司的商馆 迁过来 继续让他们付租金 出岛虽然不大 却是荷兰商人唯一能够驻留跟生活的地点 根据记录 200年间共有606艘荷兰船抵达日本 到了木墨和明治时期 因为已经开国 进行填海工程 出岛就和陆地融为一体了 直到1996年 长崎市开始推动出岛复原计划 虽然没有真的再把它挖出去变成离岛了 但也很有诚意地挖出枯穿 也就是类似护城河 恢复原本扇形的地貌 同时进行岛上的商馆等建筑的重建和修复 我前后去过出岛三次 在2018年的时候 就幸运地遇上了计划完成的时刻 要去出岛 必须通过一条表门桥 门口还有复古装扮的守卫 而岛上的建筑 除了各个年代使用过的货舱 以及商馆馆长的官邸 另外还有出岛神学校 旧长崎内外俱乐部等 尤其是馆长官邸内部 做了相当细致的复原 从办公的场景 用餐的餐厅 甚至桌上的餐具和料理一应俱全 让人可以体会 当时荷兰人在此生活的样貌 其实出岛早期的历史 至少有20年 是和台南的热兰浙城 有很密切的关系 直到被郑成功赶走为止 所以台南市和长崎市 以及国姓爷出身的贫户市 真的应该有更密切的交流才对 而正因为长崎和荷兰 有这样的渊源 所以从泡沫经济的 1980年代开始 就有业者开发了 长崎荷兰村主题乐园 到了1992年 又在佐世宝市开辟更大 更漂亮的House temples 豪斯登堡 说到这个 相信就是许多人参加 九州旅行团的回忆了 豪斯登堡面积达到152公顷 是全日本面积最大的单一主题公园 园内的景观 例如荷兰风车 郁金香花田 以及欧洲大饭店等等 还真有许多皇亲贵族和流行巨星 都曾经下踏过 2008年我去的时候 还见到复原的蒸汽帆船 观光丸也相当的兴奋 不过在90年代 风光一时的豪斯登堡 由于初期投资实在太大 长时间处于亏损的状态 一度破产面临官员的危机 后来终于由日本的大型旅行业者 HIS 结合九州当地企业 接手经营才得以存续下来 而各位去过豪斯登堡的朋友 可曾想过原来是因为 长崎跟荷兰的历史渊源 所以才诞生了这么一座 带给我们许多回忆的主题乐园呢 不过虽然豪斯登堡的知名度很高 但我以前提到长崎旅游的时候 常常会说 传统观光团往往直去主题乐园 较少安排进到市区的景点 其实非常的可惜 因为长崎寺本身就是一座 有着浓厚的异国色彩的城市 除了荷兰商人以外 华人也从很早开始 就在这里进行商业活动 甚至移民 从福建传入的黄埔禅中 在这里也有全日本最古老的新福寺 已经有近四百年的历史 而我找资料的时候 还发现他和台南安平的开台天后宫 由于同属创建年代最早的寺庙 还彼此地结金蓝 长崎孔子庙也早已成为当地知名的旅游地标 而早期移民居住的唐人乌夫基 以及闹区的新地中华街 牌楼 灯笼 餐馆 虽然都是我们熟悉的样式 但是在异国的背景下 却呈现出了新鲜的感受 至于到了木末时期 还有许多相关的景点 诸如长期奉行所原址扩建的 历史文化博物馆 英国商人的住宅哥拉巴园 版本龙马创业的龟山社中 至世和随手流连的花街 丸山 以及孙文先生雇员之地所在的四岸桥 游屋丁 最好的方式就是买一本 宫头间的龙马之旅回去阅读 里面就会有更详尽的介绍 突然就置入起来 当我在整理资料的时候 突然意识到 在日本除了京都府以外 长崎县可能是世界文化遗产最多的行政区 因为它不仅有前面提到的 长崎与天草地方的潜伏基督徒相关遗产 到了近代 还有一项明治工业革命遗产 钢铁造船和煤矿 列表中竟然也有八个地点都在长崎县 其中除了哥拉巴园以外 最出名而且有特色的 应该就是端岛探坑了 我这样讲大家可能觉得很陌生 没听过啊 但如果说它的另外一个名字 你就会恍然大悟 那就是军舰岛 早在江户时代 端岛上就被发现有煤矿 明治时代初期也有几家小公司开始采矿 但直到明治23年1890年 煤矿原本的所有者以十万日元的价格 将端岛出售给山林商社 自此之后超过一百年的期间 它都属于山林的私有土地 也开启了采矿的全盛时期 原本端岛只是一个很小的浅滩 为了采矿经过多次的填海造路 面积越来越大 而且因为在上面盖了矿井 以及日本最早的钢筋混凝土的建筑 冒着黑烟的情景 远看就像是山林重工建造的 土佐号战舰 所以就被称为军舰岛了 端岛历经过漫长 而且不无悲苦的采矿岁月 尤其在太平洋战争的时期 也曾传出有朝鲜人和华人 被送来强制劳动 甚至韩国还拍成电影 但根据日方的记载 其实在那段最艰苦的时期 在岛上因劳动而死伤的人数 还是日本人最多 到了战后 劳动条件改善 许多矿工的家族 也都一起在岛上生活 俨然成为一个市政 岛上最多超过5000人 人口密度比东京23区还高 直到1974年 才因为矿场关闭 从此成为海上的废墟 其后和其他明治时期的工业遗机 共同被列明为世界文化遗产 而它独特的景观 更吸引了007Skyfall空降危机 以及《晋级的巨人》等等电影来此取景 2009年起在部分整理过的区域开放登岛参观 我则是在2015年去的 在长崎市区的大浦海岸通旁边的码头 就提供参观服务的 军航市区的军航市区 林兵中心要先看影片简介 了解注意事项在沉船前往 航程要一个多小时 但沿途欣赏长崎港内的风光也非常快意 登岛之后必须遵循规定好的路线前进 沿途也都会解说 并且预留拍照的时间 在岛上停留的时间大约40分钟 军舰岛的游城被定位为教育性质 主要还是去了解当地产业发展的历史 以及当时岛上工人和居民的生活样貌 但你想想 在距离城市一个多小时航程的地方 就可以看到如此独特的景观 而且如果没有亲临现场或去理解实情 又如何能够做出客观的评价呢 所以有机会还是推荐大家去端岛看看 至于长崎市区代表战后的参访地点 正如之前介绍广岛的一集 也曾提到同样性质的 就是长崎原爆资料馆 平和公园 平和起念像 以及普上天主堂遗迹等等 或许大家也曾听闻 原本美军的第二颗原子弹 是要投资在北九州的工业城市小仓 但是三次失败之后 选择了次要目标长期 如果要说不幸中的大幸 或许是投弹的地点 偏离了原定的市中心 而落在偏北的三间谷地 如果按照原本指定的长盘桥 那么我们前面提到的许多史基 很可能就全部都不存在 我也就无法完成龙马之旅了 而正如我说过很多次的 理解历史是为了要记取教训 而我相信如果你有机会 去到无论是广岛 或者长崎的原爆纪念馆 庄严感伤的气氛 都能够有所感悟 不是故意要把气氛弄得很沉重 其实长崎这个港丁 本身拥有的风景和魅力 还是会令来访的旅客觉得 我们今天能够和平地旅行 赏景感受真好 而长崎道河山的观景台 近年也被选为新日本三大夜景之一 我也还没亲眼见证 另外长崎县内还有许多景点跟旅宿 也欢迎大家去看我之前做的 九州新景点的影片哦 你也去过豪斯登堡吗 还有哪一些长期的旅行记忆呢 也欢迎留言跟大家来分享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记得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公投间观点的历史跟旅游话题 我们下次见